歡迎鄉親繼續收看本年台風新聞 鄉親現在要到達 不早高檳店也推出了國長外面要來唱成立 紀錄三個年代高檳入家 廖春翔 就對著這條流利用本年時間 做出了高水模因為蛋黃割月餅 沒有來高檳影像看得很出味 廖春翔表示雖然我沒有起一兩聲 不過因所做的蛋黃割月餅 也許是稍稍用幾點兩日下去做 主要就是要讓大家吃到團營的好滋味 用巧克力來做食料在兩間所定來作為 吃的時間 這很可愛的蛋黃割月餅就定現乾淨了 馬上來看北面總是看得很出味 並且標示有蛋白不甘吃 有這麼可愛的蛋黃割 從來沒有看過耶 新產品吧 你會想要來買嗎 會啊 很可愛啊 我覺得很可愛 很特別 會想要吃它嗎 捨不得 超捨不得吃 不過還是會想要吃 對 試試看 試試看口味 這在中秋節來推出這很可愛的蛋黃割月餅 是西蕾後面約吃了廖春翔兩半年時間做出來 廖春翔表示這個月餅不是好看好吃 而且又很健康 當黃割之後 你的心情就會好 那它會給人家一種放鬆 一種療癒的感覺 然後再吃到裡面的蛋黃跟紅豆沙 你的心情就會變得非常好 對 啊這個就是我想要帶給大家的一個 心情跟好吃的感受 這棟黃割造型的月餅 不然外形是兩人打開以後 裡面的餅也是整個的兩人 廖春翔表示 雖然我沒有起床 但是中秋就是要團圓 他們就是要將整個的兩人都包下去 我覺得的話 在每年中秋月餅 我希望就是帶給大家 每一年都吃到同樣的以往的感覺 不希望就是說像現在原物料調漲 大家就是就是原物料調漲的之下 就會選擇說減少一些原物料啊 或者是偷工減料一些 但是我希望就是不要做到這一些 我希望帶給以往大家一種 以往享受月餅的感覺 白麻蛋黃割的月餅阿肉 看起來是很可愛 廖春翔也歡迎大家來試吃看看 既長真心 藏寶島